不管炒什么肉 切记不要直接下锅 今天教你一招 做出来肉丝滑嫩肉 不腥也不柴 准备一块猪力鸡肉切成薄片 然后再改刀切成肉丝 切好装入碗中 加88的食盐 再加点白胡椒粉 加少许的老抽上色 再加一勺料酒去腥 用你的右手抓拌一分钟 让肉丝吸收料吃 每天都在很用心的教做菜 只想要一个小红心鼓励一下 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加入一勺玉米淀粉 接着继续给它抓拌均匀 接着再加入一勺食用油锁住水分 让肉丝保持嫩滑 抓一后放一旁备用 再切点青红椒丝和胡萝卜丝 超过水的木偶也切成细丝 锅里油热下入肉丝 把肉丝炒至变色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一袋鱼香肉丝调料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了 翻炒均匀后加入刚切好的配菜 再稍微翻炒一下淋上一点水淀粉 接着继续翻炒 翻匀炒熟之后即可出锅装盘 一盘非常美味的鱼香肉丝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吃起来真的太下饭了 学会来家人都会夸你师大厨